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這一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時事 這一節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年的所謂財政預算案 所謂的措施 以及往後的政治 到底會是怎樣呢 分析要做出來 大家都知道 今年就繼續派錢無望 變成了5000元電子消費券 到底這個電子消費券是不是可以等同 做到派錢的效果 紓解民困 以及還富於民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智障政府 天才政府當然是做不到 天才政府如果能夠做到 也不會這樣被稱為天才 從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可以看到 一 香港政府 分裂成為兩份 最低限度就變成了一個 林鄭為首的林鄭陣營 另一個就是以陳茂波為首 傾向 商界 要照顧商家利益 現在香港政府 無論是兩邊陣營也好 剛才所說的不是黃藍 剛才那兩個陣營 陳茂波 以及林鄭月娥 兩邊陣營做的事 都是正如車工所說 即身力火 將 附近 會燃燒的東西越來越累積 製造新一波矛盾 隨時會大爆發 繼續說這個分析財政預算案派錢和5000元 電子券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黃金二部曲 我們最近就留意到 可能真的跟財政有關 Patreon 其實人數在下跌 這個我們也明白 如果真的財政有困難 我們也不想 觀眾太辛苦 只是想大家 可以把模式 起碼把一部分轉移 變成不倚靠YouTube 面對著這樣的經濟環境 我們也不是要 衝人數 人數不是最重要的 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Patreon的訂閱數目 我們也不應該那麼著緊 因為應該有些 朋友我們知道 可能是 最高級的會員 也有很多朋友選擇 訂閱Patreon 但繼續支付月費給我們 很感謝他們 支持 好 我們的YouTube就是暫時 回穩 其實再說一次 那個Warning是未過的 應該要到4月份 只要不是受到進一步政治打壓的話 理論上 如果我們沒有犯規 應該就會沒事 所以希望大家 包括訂閱了 Patreon的朋友 盡量也是用YouTube的方法 支持我們 繼續支持五部曲 按like 繼續社交媒體share的節目 我們留意到整體的網台時事節目 整體 其實不單止香港 包括全世界 都有一個退潮的現象 其中一個原因很可能就是跟這個世界的大局勢 似乎 一定要加這個字 似乎塵埃落定 所以大家就好像 就會 少了關心 時事的分析和網台 這件事是不怪得大家的 始終 國際的大局勢 好像已經塵埃落定 因為 所謂拜登政府上台了 所有對中政策都開始 開始浮面了 換句話說 如果以時事新聞的 網台的經營來說 我們其實就可以說得上 走進行 行業的寒冬了 所以希望 就是 忠實的支持者盡量支持 記得看到廣告 亦可以幫我們翻看一些舊片 一些 影片可能之前沒有看 包括 停播一星期 可以再看 希望大家 加油 一齊 度過 各方面 政治也是寒冬 政治新聞的網台也是寒冬 香港人也是寒冬 再說回財政預算案 所謂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 24日就出爐了 當然 市民一直期待回水 即是派錢 用現金的方式 給予市民 因為 香港政府 的財政預算 從來都是有大量的盈餘 由曾蔭權年代開始 由曾俊華做財政師 那麼多年來 一直 是一直 是富房水浸 民間 水浸眼眉 民間水浸不是錢 民間是危機 過往一直有些左派攻擊這個 財政司 不做事 說他應該要花的錢 不用 包括當時的梁振英 還有梁振英背後的大佬 陳啟忠 曾經贊民攻擊胡蘇貞 鏡頭一轉 時光飛逝 現在就變成了 陳茂波 劏房波先生做這個 財政司 陳茂波做財政司 在這個 土共 土共也是另一個勢力 北京高壓管治香港的情況之下 所謂共產黨 直接把魔爪身到香港 到底 會不會 有所改變呢 財政預算 今天的答案告訴大家 即使共產黨全面 接管香港 也不會有改變 所以相信 相信共產黨 相信共產主義 相信 以為有 這一群土共在這裡 搞搞陣 香港就會 財富變得 分配比較平均一點 坦白說 基本上就是癡心妄想 一直以來就是支持土共 以及支持梁振英 甚至支持北京的陣營的人 有一部分就是所謂的 左翼主義者 這些左翼主義者在歐洲和英國也有很多 他們覺得經濟上就是要 追求平等 包括要處理貧窮問題 要修正 貧富懸殊 要收窄差距 這群人最錯的地方就是 誤信共產黨 會做這個 而香港現在的例子就正正告訴你 共產黨 差不多是100% 控制了香港 而 下面的代理人這些爪牙 基本上 是毫不會照顧任何的所謂基層市民 其實大家只要看大陸就知道 從來 中國共產黨管治都是當人民 猶如流矮 根本從來都沒有嘗試過 去追求一個 社會主義 烏托邦 從來都沒有去追求 莫說實現 連追求根本都沒有做過 這個政治板塊延伸到香港 林鄭月娥 說自己 親中 親共 甚至乎是地下黨員 在他執政之下 一樣是殘民自肥 陳茂波現在代表的 更加不是基層市民的利益 而是商界的利益 由昨天的新聞可見 獨家 發佈財政預算案 貸款政策 大家都可以知道 只要稍為 聽到這個節目多 對政治有閱讀的朋友 一定知道 哪些人的陣營走在一起 哪些人 又跟他們是敵對的呢 林鄭處理香港的經濟 就是用一個毀滅式的打擊 不單止 又不是追求軍庫 又不是追求共產的理想 也不是追求 社會主義烏托邦 一味只是想消滅 所有人民 陳茂波 的陣營代表商界的利益 所以根本財政預算案 有錢 怎麼會派給市民呢 最多就是給電子 消費券 還要每個月給你 不能夠用來搭車 又不能夠網上購物 不能網上消費 對於經濟 毫無幫助 對於要受幫助的人 亦都一點也幫不到 交通費也不幫他支付 雖然香港的交通費跟世界的大城市比 不算是最貴 但是 交通費對於基層市民來說 亦都是相當之重的負擔 你的電子消費券 竟然不能夠用來承擔交通工具 到底要振興甚麼呢 不能夠用來外出 又怎麽可能是用來振興到經濟呢 整個 財政預算案 我們看到的所謂土共的力量 土共的力量根本由始至終 沒有為過所謂基層市民 哪怕是藍絲的 基層市民爭取過任何福利 基本上 他們就是熱衷於政治鬥爭 熱衷於 鬥倒所謂反對派 最重要就是搞政治操作 只是一尾就遊說北京 要DQ所有人 要對付所有香港市民 從財政預算案這件事 我們可以看到 應該交給藍絲的朋友去聽一下 這個分析也相當正確 基本上所有基層的人 是斗領都拿不到的 以為支持政府 以為支持共產黨 以為支持土共 會使得 社會變得更加美好 更加和諧 有更加公平的財富分配 簡直就是天荒夜談 唯一 做的事情就是政治操作 最重要的事情 一 就是 隨商界的意願 所謂拿錢出來 要振興他們的利益 振興他們的不是經濟 是振興 商家的利益 這是兩個概念 商家的利益 不代表振興的經濟 因為錢他們都是袋回袋 還要 下雨天就收傘 絕對不會跟市民共渡時間 還有新移民 同樣能夠獲得這5000元電子消費券 每一個問題 你都可以看到香港政府 陳茂波財政預算案 在嘗試激化 更加多的社會矛盾 市民更加零售 似乎真的應驗了車工所說 似乎 有人嫌火將來燒起來 就是不夠烈 要 將那些所謂 火柴 即是即身 要越燒越多 使得 下一次如果點燃起來的時候 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就說下一個話題了 拜拜